布林肯和王毅通话谈局势 双方各说各话 CIA驻喀布尔基地被美军全部销毁 火箭飞向喀布尔机场 警铃大作损失不明 美国议员敦促拜登承认阿国前副总统 认定新政权非法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朝鲜疑似重启核反应堆令人不安 南非出现变异程度最大毒株C12 已入侵中国等7个国家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8月29号 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 称国务卿布林肯当天 与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通话 谈论了阿富汗的局势 美方说他们的通话 谈到了国际社会 必须要阿富汗新政权 兑现其公开的承诺 让阿富汗人和外国公民 可以安全通行和自由旅行 发广报导 布林肯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 应对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 表明国际社会期待阿富汗新政权 确保阿富汗人民 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确保阿富汗领土 不能成为极端主义的避风港 布林肯在29号的CNBC采访中还表示 美国并没有相信塔利班的话 而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进行考察 而中共方面 喉舌新华社报道说 王毅声称 阿富汗国内形势 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各方有必要同该激进政权进行接触 王毅还想要美国和国际社会 向阿富汗新政权提供经济援助 除了这个话题 王毅又连带着提到了美国情报界 对疫情的溯源调查 再次指责美国将疫情溯源 变成了政治问题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却只字未提美中关系方面的谈话内容 也没有提到双方关于疫情溯源的内容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引起了中共的担忧 布林肯曾表示 撤军是因为美国的议程上 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事项 包括应对中共 澳洲独立研究机构 国际未来方向学者麦尼 也曾发文指出 中共担心 美国撤军的首要原因 就是在阿富汗身经白战的美军 在撤离后 可能被部署到在更接近中国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中共现在担心 美国撤军后的安全影响 特别是可能对中共在当地的投资 和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影响 在将美国公民 盟国公民和美国的阿富汗盟友 撤离阿富汗的行动紧张进行的同时 美军在26号摧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设立在喀布尔机场外的一个基地 这也是CIA在阿富汗的最后一个前哨战 美国军队撤军的截止日期为8月31号 此前拜登政府宣布将维持这个日期不变 撤军不会延期 在拜登宣布这个消息不久 美军随即清理了所有的情报基地 美国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训练阿富汗情报机构反恐部队的鹰基地被清理 整个喀布尔都听到了巨大的燃爆的声响 目的是以免喀布尔美军中情局大院的设备和文件 落入激进新政权手中 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就该报道 向媒体发表评论 美军这起操作是在喀布尔机场外 发生致命事件后仅数小时后进行的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IS的附属机构 声称对发生的两起事件负责 拜登政府声称要追捕那些应对事件负责的人 28日美国军方的无人机解决了两名ISISK的恐怖分子 其中一人据悉为喀布尔机场事件的策划者 8月29日美国继续使用无人机 清除了一些试图再次行动的激进分子 和大量的异爆物品以及装载异爆物品的车辆 在美国刚以无人机摧毁一辆载有大量译爆材料的汽车后 法新社人员30号清晨通报 听到数枚火箭飞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上空的声音 路透社引述美国匿名官员表示 据初步消息发射的火箭数量上看有5枚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全数有防卫系统拦截 但资讯可能会有变化 喀布尔当地居民则听见机场飞弹防卫系统警铃大作 有碎片掉落街头 意思是防卫系统至少拦截到1枚火箭 据另外现场的一名阿富汗极端新政权的官员说 他认为发射了5枚火箭 但全部被机场的飞弹防御系统挡下 火箭攻击没有传除伤亡或机场受损 却让饱受战火蹂躏多年的当地民众更加焦虑 自激进组织掌握阿富汗政权后 当地形势非常严峻 根据国会山网站报道 美国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 和联邦众议员瓦尔茨 8月27日联合发表一份声明说 在与阿富汗副总统萨里赫和阿富汗反塔利班 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马苏德交谈后 他们呼吁拜登政府认定这些领导人 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代表 我们要求拜登政府承认 阿富汗宪法仍完好无损 而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接管是非法的 议员们还公开支持 萨里赫和马苏德领导的武装力量 说他们将成为打击地区恐怖组织的堡垒 目前萨里赫和马苏德带领的部队 在阿富汗的潘杰西尔谷抵抗塔利班 英国约翰逊政府也表示 拒绝承认新政权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 因为他们担心阿富汗重新倒退为极端组织的温床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 8月27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 从2018年的12月以后 朝鲜用于核武计划的大部分稀有金属不燃料的核子反应堆 没有发现运行迹象 但从今年的7月初开始 位于朝鲜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的一座5兆瓦核反应堆 又开始出现了运作迹象 而且还观察到有排放冷却水的情况 年度报告还指出 有迹象显示 从今年的2月到7月初的5个月中 朝鲜已经处理了一批发燃料 在平山郡的油矿和工厂 也都有挖矿和浓缩的运作迹象 国际原子能机构质疑 一般而言 要维护核反应堆或处理废料 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今年6月开始 宁边已经出现可能在加工处理乏燃料 并从中提炼核武器使用的稀有金属布的活动迹象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 这个动向令人感到不安 而且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华府一位高级官员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份报告凸显出 迫切需要开展美朝对话和外交活动 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报道还说 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及伊朗核协议谈判陷入僵局之际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项 关于朝鲜核活动的年度报告 着实为拜登政府添了一个巨大的新挑战 根据国际医学期刊自然最近发表的一项报告 科学家在南非发现迄今突变程度最大的新毒株 可能更具传染力 且先有疫苗更难对付 这种毒株已经扩散至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 报告指出 C12变种毒株今年5月除了在南非被发现外 现在在中国、英国、新西兰、瑞士、葡萄牙、钢果与毛里丘斯等7个国家都被检测出来 至少已经有80例相关的测序报告 报告称 C12变种毒株由第一波时的C1变化而成 每年进行41.8次的突变 这种突变率几乎是目前所有受关切变种的两倍 是目前所有已知变种中突变程度最大的变异株 据南非团队的测序结果 C12看起来像是个强力毒株合体版 从突变情况来看 阿尔法、德尔塔等几个毒株的特点它都有 虽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认突变对功能的影响 但科学家警告 目前所得到的流行病学和基因组数据显示 这种大幅突变的变异株可能具有更强的传播性 并有助于毒株逃避抗体与免疫反应 令现有的疫苗难以应付 英国公共卫生署本月发布的报告中 也将C12列入科学家正在监测的10个变种毒株清单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